大家好 欢迎收睇《为你推介》 开始之前 请大家按一按订阅的键 和按旁边小钟仔 我有新片大家就会第一时间收到 今天这篇文章是由邦港出声的编辑部所写的 文章题目是 全法官沈小文请辞怡英 回顾黑暴案见证历史论 香港司法何事情明 黄圈挂起一阵移民风 千算万想都估不到 司法人员都会赶踏这班顺风车 说的是区域法院法官沈小文 有传媒报道 沈官已经向中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请辞 提早在60岁就退休 并在下个月初生后 据知沈官退休后就会与家人来说 无毒有偶 目的地就是黄有最爱的英国 如果只是提过姓名 大家或者都不记得沈官是什么人 不妨就和大家重温沈官在裁决案件的时候 那些精警的字据 2019年8月31日所发生的暴动案件 8名被告租控暴动 结果先是社工陈洪秀表面正公不成立 接着就是其余的7名被告也都成功脱罪 入罪与否 在司法界大山之前 小市民又怎样质疑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裁决呢? 不过沈官的奇论突破了常人的思维 超越了邏輯的界限 妙思撒脱打破了框架 的确成为当时社会的一时佳话 沈官先是接纳辩方部分的观点 因为被告到场 或者是希望见证难得的历史时刻 黑衣人打扮即是可能是个人的喜好 戴着猪嘴手套那些装备 以作自身的保护 亦都是无可厚非 最后被告见到警察逃走 可能是应警方警告离开 甚至或是因为恐惧警方的自然反应 一番的回顾 不知道读者又会不会觉得 又生气之余 又会耻笑这一套神的逻辑呢? 令到这一段所谓沈官的佳话 更上一层成为笑话 其实除了831案外 10月1日案件中 涉嫌串谋他人参与暴动的六名被告 亦在沈官的公正严命下 色素脱身 以为沈官的言论已经是香港的奇闻 事实是奇观又怎止一个? 黑暴案件陆续审判 不时都有些所谓的法官匿名接受海外的媒体访问 好像今年的9月 一位或者害臊不远开名的法官 评论链电单车撞向警员的唐英杰判刑 就说判囚9年是过重 在他眼中只是违反交通条例的案件 更认为是一件不公的审讯 甚至以世上最仁慈恐怖分子来形容唐英杰 倘若由这位这么独特观点的法官判案 在2019年反修例的案件 借用反对派经常说的 就是没有暴动 只有刑委 相信到时就怎止有最仁慈的恐怖分子 应该最仁慈的法官都会产生 以上种种香港所谓的司法独立 认真是独特得令人难以自信 六十以训都希望审官切勿见怪在言论自由下的评论 审官假若真的决定离开香港去英国 当然就是祝他一路顺风 他日他在英国生活 见到有人集会 萧奇的历史时刻的时候 只希望不要阻挡审官的日常 那就善在善在了 增异 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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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是不walker